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韩学研究是在北京大学开始的 或者是一到中国就开始的 当外交官之前我把论语翻成兵道院了 但是我当外交官之后我把道主经反映成兵道院了 我就非常喜欢论语的第一句话 十月十七字不有乐乎 所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而且有合适的时候要运用你学的东西 不仅是复习 你是复习而用 就是说学时习不有乐乎 就是这个意思 把论语翻译成兵道语 包括竹节 所以每一个概念我得好好学 什么意思 君子跟小人什么区别 君子于义 小人于义 这个区别在于哪儿 像 像何卫规什么意思 或者君子和而不通 我都是学了 因为我们没有一样的概念 我们这些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发现了 在这个 跟中国 今天的了解今天的中国一些思想 你得了解过去 我在 我的专业是 是那个哲学 学的是西方哲学 但是 一堂任何一个哲学话题 老师和中国同学 他们马上就开始谈中国历史 所以 当辩证法 他们会争论 一分为二 或者二合而已 他们会谈 入教思想和法家的 学生的区别 就是都是跟中国有历史的 那我也发现了 他们说 他们的教度不一样 跟西方的不一样 我刚到的时候 我认为 中国 因为中国 要走上现代化的路 我认为中国的这韩字 肯定以后就不要了 肯定是变成拼音 所以老师开始叫我 叫我的时候 我问 那为什么 可以不 不学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韩词 这关系拼音不够吗 以后你们不是关系拼音吗 后来我明白了 中国没法改正为拼音 因为中国的这些字和概念 离不开韩字